年初看了最優質的財經節目 新頻道的節目 其中一位嘉賓就分析中國水母和732 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順利國際》和《中國水母》 說了這兩種 尤其是《順利國際》我自己很喜歡 不多重複 之前也說了長片大論 說的時侯都是兩個八號四 我忘記哪天說這兩天說 好像這天說的 最早是12月30日說 然後馬上衝到現在也回到那個位置 然後說我撿口水尾也好 當然是撿口水尾 還有買股票當然是 叫做投資來說 當然是撿一些創辦口水尾 最厲害的當然就是 如果真的那麼厲害 自己去做間公司出來 投資就是想簡單方便 然後可以在最低效益之中 最低成本之中找到一些爆升的東西 有基金經理當然是看基金經理所說的 這個就是《順利國際》 而且那間基金買了超過5% 正路上來說應該是沒問題的 今年的明星股應該是沒問題的 還有中國水母也不錯 其實我覺得短期內 短期內其實中國水母應該好一點 短線來說中國水母應該會升得比順利 我覺得應該會快些達到 你也有說過你的732是看長線的 是的 要久一點 正常因為水沒有適合過炒 適合過炒的東西 也適合這一個氣候要炒的東西 即是加息 加息的時間 未必會炒一些很高增長的東西 未必是一個好焦點 反而就是喜歡炒一些水 喜歡炒一些煤 喜歡炒一些資源 美國的資源升得很厲害 喜歡炒一些舊經濟 炒一些很踏實的東西 冷氣踏實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水母應該是快一點 如果兩隻選擇 當然兩隻當然是買完 按下來就要走 不會 因為它會ו 再次停止 界面 讓我們看到 你能夠找到 一下子